ok 昨天看我的video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本来是赚了0.55利比特币吧 做可是在一天时间呢就赚到变成3.42利比特币 现在是差不多150千美金也就是差不多600千马币啦 因为这张单我开了也不到一个礼拜也可能开了3到4天 可以靠我的video我的video全部有作证了 因为我本来是从做空然后转成做多 ok 然后一样我们的eth也是要接近 可以到我们的目标还记得吗 我看我的video的话这里是目标价 他已经要差不多要做多eth 的人 你们就可以准备 take profit 了啦 这样子否新手的话哎 刚刚第一次看我的频道不懂我在讲什么的话 或者是想要知道有些什么新的进场机会的话 就把这整个video看到完 我会在后面的video一一分析现在的盘面 然后找到新的进场点 你可以看到这张单是1.5个billion的单 然后现在赚的3点多利比特币啦 ok ok so that 昨天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vip 很热啊 即使12点多了 你看快是上到43千 全部大家还是很兴奋 ok 因为大家都有后着 long 因为我一直叫他们做后着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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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出不要出 ok 你可以看到我在这个 vip 全部的时候 8月5号也就是现在8月7号吗 两天前 所以叫他们啊 不要关单不要关单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后着稳着稳着 这样的确我们现在也是得到我们的啊 胜利的果实 ok 昨天到晚上一路到一点 我们其实一直聊聊聊聊到差不多 我们聊到差不多两点多两点19分 我们还在聊着 ok 好 ok 这样我们回来重点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会不会有没有新的进场点 ok 因为现在这个 bullish wedge 已经很完美的配奥了很完美 你可以看到走上走下碰往上冲 然后day chart也很在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uptrend 直上红蓝色线上 ok dl 选的去碰迪要学的去看这个 video ok 说的接下来呢 他你看他也突破了42千 我们一直讲他过不去呢 看下来还已经突破了 说的现在变成说我们要看他 会不会再继续暴冲今天 ok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啊 因为现在才刚刚开始 下一次啊 malaysia 时间12点半 然后今天是星期六 本来星期六礼拜天 我是没有做 video 只是因为有好消息就跟大家报备一下 ok 尤其是 eth 这个价钱已经差不多要 hit 到了的 ok 这样子 不一样后做期货 你们可以在这边 tp 一轮先 ok 因为这边是期的确是一个目标价 这样子现货要不要卖也不用卖 ok 因为反正还是 uptrend 这样子货快也一样 还是 uptrend 就不卖现货 然后你可以继续做你的 bitcoin 的那个操作 可以一样还是看 其实讲会我昨天其实讲会之前 我要讲的东西12个小时 他一定要很有力的往上吐 如果他现在你看想象一下 如果他在这边他就停了 他这这几天他就一直维持在这种地方 ok 就维持在差不多是三千四十四千 他没有冲破四十五千 我之前讲过的价位他一定要冲破 他冲破了四十二千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 checkpoint 他是有上了 因为 uptrend 吗 可是第二个 checkpoint 是在四十五千 至少给自己下一个价位要冲破 是至少四十五千到四十八千 为什么我是给一个 range 四十五千到四十八千呢 因为四十五千四十八千要被损他的时间 如果他越快 他就只要冲到越低的价位 他就可以突破这个也没 cd 的这个 啊他的前高 因为重点是要让12小时突破他的前高 如果他没有突破的前高 他就变成什么 还会形成一个底背啊 的顶背离 ok 就是啊 这样子的这种情况 我把这个删掉先 这个不定位置已经不用看了 已经已经完成了 说的你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顶背离 顶背离的现象是什么 如果他真的是 play out 的话 他会往下走 ok 可以看到吗往下走啊 说的这里就很关键 为什么讲下一个一定要冲破的时间啊 他的价钱是四十五千到四十八千 如果他是 take 两天到三天 才破冲破到四十五千到四十八千的 range 这样他就要 require 更高的价位 这样什么时候要突破四十五千 然后如果他迟一点要突破四十六千 再迟一点要突破四十八千 我会在我的 vip 里面 update 因为这个是需要dynamically 去 观察的东西 ok 在 trade updates 了在 trade updates 了 ok 这个啊 啊这也是他们的成绩了 昨天了 全部都是蛮不错 ok 尤其是这个 max 做到很不错 ok 他是 三我想过应该是三四个月前就进来了的 三四个月前我看他的 trade不是很理想的 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他很稳的 ok 然后就讲谢谢谢谢什么了 ok 好哎回来 说的明白我的那个逻辑了吗 说的这几天很重要 其实每一天都很重要 因为要我们要看他突破什么关键价位 在我们给的关键价位是四十五千到十八千 因为四十五千到四十八千 是他会不会冲破mscd的关键 如果他没有冲破mscd 他一直停留在滞留在这种地方 这个价位就是四十三千到四十五千之内 你会发现到他mscd会开始往下调 往下调顶背里就成立 这样很大概率他就会往下冲 ok 往下掉 可是只要他今天他很很很给你面子 他往上冲四十五千破 他就会这个东西十二小时的这个顶背里就不成立哦 如果十二小时的顶背里不成立啊 就是很强很强的圈了 ok 一定会冲破 因为都冲破四十八千了吧 他就我们接下来会目的下一个价位是五十一千 ok 我讲我五十一千我会去考虑去做 shot 考虑啊 说的到时候一样我会在 vip 去跟你们讲到底可不可以去做空 在哪个家因为要看 based on price action 跟 market 的反应 ok 说的这里我就不给先交 可是五十一千的确是一个很强的 resistance 之前我也在我的前两个 video 提过 你们可以看回去 说至于 ethereum ok ethereum 呢 你可以看他三千是一个位置可以 tp ok 可是 可是佛长线持有者我会继续后拉继续后 ok 这样子以后到什么价位呢 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一个新的价位 因为现在 eth 基本上没有参考点 当他没有好像一个 relative 高或者 relative 低给你去做张参考的话 你很难给到一个新的目标价 ok 拿给到一个新的目标价 即使我用 feeble 啦 之前我用 feeble so that 之前用 feeble都好 ok 我们最多给你可以看用被手2.618 把墙还可以冲到3500哦 ok 3500 如果我们要硬硬再做一个对比看它match不match的话 我们可以再从这边最高拉到最底 ok so that 你可以看到他的0.618是3370 他的2.618是3521 so that 我们可以consider 他这里 就是介于3500到3300 这里是一个resistant range so that 每当价钱真的是突破来到这边的时候 你们可以小心一点 就是你们可以爱的减长还是套线还是ptp ok 这些东西 只是现在我的如果是我ok 这是否保守的玩法 就是你有一个目标价 你到了你就take profit 你就走 你是啊 知足常乐心 可是如果你是我的瑞幸 我是risk 比较 risk taker 可是我 risk taking 不是叫你去赌 我还是用我赚到的钱 而且是我不会亏损的任何前提下 我才会做的才会压大 我的 risk taking 的点是压大而已 而不是去冒更大的风险 ok so that 我两种最后一两种情况吧 最坏的情况就是我赚很少 甚至我没有亏 我不能一问第二就是我自己爆赚 赚到翻过去 ok 所以很重要 我如果你问我 我是不会管的 我就是一直后后到他dl 变道圈为止 只要 as long as high 那个天图的蜡烛是在红蓝线之上 我就不会去管他 ok 那我就是一直后 你可以看到一路都是青色 只有一天是红色吧 ok 那天红色我相信有很多人 有些人不相信我啦 ok 有些人不相信我或者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这里就被震掉了 我觉得很可惜 我看到我的 even 都是在我的discord 也不是全部人是 啊有follow我的follow到完 他们有些还是会做自己的决定 没有问题 ok 因为我讲了在在推定里面没有 谁是对的只有谁做对 ok 所以不用去跟人家比 因为我们今天一样我一直在强调 不要用机制带地思考不要去预测位啊 你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预测 所以我也不会去 讲他们不好还是什么 就是这个是 part of the process 你只要在下一次机会你抓到就 ok 了 好不好 所以有些人在被这边被震掉 叫你就是这边找多一个进场点呢 ok 如果你看到他现在已经往上起 你已经往上冲了你已经找不到进场位了 或者是我给我没有给到新的价位 这样你又舍不得你怕错过的话 你可以怎样进场你可以用 这个方式来进场的短线 你可以用短线的进场方式来去 来去拨一拨看他会不会变成一个啊 没 long term 的仓位 因为当他变成没有 long term 就是代表他的价位已经抛利了你的成本价 假设你进来3万啊4万3千 他往上冲他冲破到四万四千五百啊 就是差不多你的pnl 可能有差不多500%以上 这样子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从 short term 转成 one mid term ok 虽然我虽然新手很可能抵抗不了玩 short term 你看看可以赚钱 take profit 可是不用紧你要 take profit也没有关系 ok 只要赚钱就是好事 只是我这边提醒一下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要像我这样做到爆赚 ok 这样我你看我之前如果你有看回我的 video 的话我前几天 video 我已经赚了八粒比特币 ok 这样子再来这里这几天来回又赚一个三粒 将前后总共赚了十一粒比特币 ok 这而且这个仓位很明显还会再 grow 着 ok 说的之前很多人会碰我讲啊 安生讲罢了他讲讲一大堆没有有的没有的都好像 自己吹罢了的我没有在吹 ok 我是真的在做我在讲的事情 ok 现在我硕信我直接拍跟我直接开我其中一个 account 做的操作给你们看 ok 之前你可以看到我的 video 之前是30 哎之前是掉到28吗 ok 28 然后现在才变回34 ok 我这个 account 是多少开始的我就不讲了啦 ok 多少开始我就不讲了 然后哎呀 haters gonna hate 你们下面有些人会碰的话我也懒惰去回来就当做无缘见面 ok 因为我始终信奉的是没有一个方法是可以 完全去预测未来你要学会用哲学的心态去看待这个市场 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很成功的trader或者是投资者他们都很喜欢看哲学类的书籍 ok 然后做所罗沙巴菲特这些都是 ok 为什么因为吹定这个market本来就是没有办法去掌控 可是你又要学会怎样在这个混乱没有持续的地方找到 然后用你的方式用你的理论用你的策略来去找到他其中的规律 ok 这个东西我会以在我的几个图万4.0会讲 为很多人一直敲完说要等4.0可是这个东西 因为是关乎到哲学而且我也没有办法讲说我对哲学真的很理解 说的我需要多一点时间让我尽量变成把它变成一个很白话的东西把它带出来 因为我真的觉得有一个哲学的一个思考跟思维模式来去看待确定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ok 不然你就会每天确到怀疑人生认为说自己是笨的还是什么 我跟你讲你在确定里面没有分谁聪明谁笨的只有谁最能够适应这个市场就是这么简单 ok 说今天视频我做短一点就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ok ok 所以想要做吹的人很简单你去到我的任何一个video ok 任何我的一个video你点进去 然后以你爱的去我的description box这边要不然就是去我的pin comment下面 你都可以去找到这个bybit的link ok ok so你点进这边点进去那个bybit的link了过后你就好像申请你的facebook account这样子贴你的email贴你的password然后按sign up就可以了 ok很简单然后click然后sign up ok不到20秒的事情免费申请了 再来就是你会看到哎这么有1600块1600块就是指这个 ok 你会发现到 ok 你放一粒比特币还会给你1000块美金 ok 这是新旧吹的都会得到的一个奖励 ok 如果你放 eth 1.5 你就会拿100块钱美金 可是这个东西有一个deadline啊这个deadline是多是8月25号 ok 8月25号之前你要deposit这些钱 进去然后他8月25号会做结算你不要提前拿出来等到8月25号过后他把钱打给你一样你才把你的钱拿出来 ok 这个是全部人都有不管你是新赛纳 还是你赛到了跟我按的我的链超过很一段时间都可以的 ok 我说的我再次强调啊一定要是一定要是用我的链啊没有用我的链拿不到这个额外的1000块的bonus 然后再来就是你用我的链的话每一个月都会有inner的比赛就是有内部的比赛就是你不用跟全世界人竞争 因为通常by bit 办的比赛都会跟全世界竞争 可是这里是每一个月我们trap的里面会有自己的比赛 然后奖金池最高是3.5粒比特币就百二千美金啦可是现在应该更高因为这是我以前放的号码来的这样你点进去了过后就可以参赛咯我给你点进去了你就会发现到这里还会有一个register button 只是现在没有因为现在你可以看他比赛结束了8月2号结束我们上一个几上一个比赛已经结束了你可以看到124个人参加了 我给124个人参加 ok 这也是这这些是参赛的人了你会发现到 参加的人数越多他的奖金越大了 ok 他奖金越大的这个我再详细说明因为只是现在接下来的啊 9月跟10月会没有这个比赛为什么因为9月跟10月会有一个wsot 就是拜托一年一度办的一个世界性的比赛 ok 世界性的比赛说得在9月跟8月跟9月会没有这个东西 ok 现在上面来这些 ok 说得当这个 wso的开正式开放报名的时候我有一样会给你们啊参与这个 wsot 他的奖金是当然也更高又是全世界比赛的而且会有很多小活动到时候再跟你们意义解释 ok 这个一年一度的比赛你们就 stay tuned 然后过后再跟你们讲这个一定要参与的这个 即使没有拿奖都可以有一个参与感很好玩的我给你们讲好所以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这样8月9月没有这个比赛过可是过10月才会开放开放回来给我们做这个内部的比赛好不好 如果今天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旁边的小铃铛每次影片更新就不会错过因为现在我会周一到周五每一天做日更今天只是今天拜六里啊例外因为有特别的消息然后顺便就开行就做多一集了 ok 然后就是 就是想要做吹的朋友记得看这个video一定要看完先啊看懂了明白原料才开始做操作因为这个我们在做的是叫杠杆交易杠杆交易是高很高风险的很多人不懂进去直接输完因为杠杆交易是会输完了会爆场就是你放1000块进去你可能1000块全部输到完的 懂不懂他不是像你普通买股票就是他怎样跌到底除非股票跌到零块钱你才会输完 ok 所以杠杆交易我再次强调是一个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的东西如果你不会用他是会杀死自己的东西 ok 一定要了解原理不懂原理的话你去操作我跟你包底打包票一定报场已经有很多人试过很多人不听话还是执意不去了解原理然后自己开杠杆开大大然后自己怎样死的都不知道 ok 说的我这里很严重很严重的强调多一次啊 ok 可是又有很多人讲杠杆交易这样危险的东西你还叫人家去做哎 bro 很多人用杠杆交易赚很多钱的好不好而且很多人会讲杠杆交易是 for professional 的啦我问你有谁不是从 rookie 开始做 ok 我觉得这个 statement 是很好笑的啦啊讲什么心啊不是专业就不要做超杠杆操作这样那些杠杆交易人难道他们一出生就会的吗 ok 所以说的我一直常会讲一句话你不是要很厉害才开始你要开始了你才会很厉害 ok 说的这三圣堂的travel 做出国客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拜拜 啊 打赫